我们要上的课程 我们一样的上 如果你们觉得喜欢上整的课就跟我讲 那还有这个胀痛 我们这都有一个座 还有那个冠心病 还有糖尿病 还有众梦癱瘫 还有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告别酸痛 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我们的永不生病的七个脊转 这太重要了 这个静化身体啊 落伸精紧植啊 这个就是我们做 还有眼睛的保养 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我们过了某个年纪啊 那大家都说老话 其实我之前啊 赏光近视 还有老花300度 我现在的视力是 1.0 我的眼睛是假的 不要戴眼镜 为什么 其实我就是因为吃跟暗 只要吃对了 你就可以有机转的 还有呢 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来看这个 30种小开关 我很快的转一遍 那这几个开关呢 就是我在一般演讲 我都用这个点就好了 我不用别的点 很快转一下 那我们开始谈我们的这个刚刚的 这个下次我们可以来谈这个 对不对 开关就在这里 心血管 胸闷 心肌梗塞 脚跟 脚踝 肩膀痠痛 脑疼 颈颈 颈颈 腰痛 股尸肩 髋关节 尿湿剂 平尿 扁条线 失眠 清光炎 伤口有污水 肌肉尾声 还有 还有流口水 包括中风流口水 骨刺 肢胖 眼皮跳 皮肤病 内在外在 高方重神经痛 膝盖痛 头痛 四肢 这个今天 我们来谈这个 我们的 告别酸痛 这个 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 先做一个叫做 鲸鱼运动 那 这个我稍微讲一下 那我们花的时间 都会比较多 希望大家都学会 一个重复 就可以解决了 那 其实一个人 有这个 酸痛 肿痒 其实就是老天爷 给我们的礼物 警告你 要注意 那我们尽量 用这个 不打针 不吃药 这方式 我们寻求 这个进步的 这个 一个康复 那我们 不得不 对于这个 酸痛 其实跟脊椎 是息息相关的 你看 你看这个 小医生 你看 就很知道 他一定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啊 他已经脊椎侧弯了 那他因为了以后 这个 他对于他的 这个 往后 他那个 那个椎间盘 某一地方会比较密 那时候的 治愈体就会比较差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判定 简单的判定 这个 我们这一套呢 就是日本的 日本的 那个 苏盖 一五名的 他在 已经 他大概九十年了 大概现在的 那个 有接触人 大概三百万 台湾接触人 也是蛮多的 新加坡更多 南西亚更多 这个 这是 我的证书 许可 这个 如何来 判定这个 长短脚 这是最简单的 当你 那个 蒙住眼睛 然后往一个花样走 那 那 这边就是右脚肠 那边就是左脚肠 那这个 很好认定 还有呢 这个 我们 左脚肠右脚肠 就是跟我们的 这个房子一样 你一定要把 机器要稳嘛 不能歪歪一点 不然就会危险 那 这个 左脚肠的人 他容易得到 横隔膜以下 所以我们这样一看 就知道 你有什么毛病 我们一看就知道 我这样 走过去 只要 灯光一打开 我就知道 你有什么毛病 那 这个怎么办呢 那 其实我们有个校正法 左脚肠的人 第一步呢 右脚先起 一般来讲 左脚肠的人 都是左脚先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效果很好 要小看这几个动作 还有它的站立 尽量呢 把 把那个重心呢 放在 那个 弹脚寸 再来 爬楼梯也是一样 它是有规定的 对你的改善很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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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好了 经常扎没关系 外面没有这个资料 要上这个课 要两三万块钱 才有办法上这个课 还有抱小孩 你的残老脚 跟你抱小孩有关系 你抱什么小孩 就有个小弟子 虽然我们都是做阿公阿嬷的 对不对 来抱小孩 来改善我的残老脚 这何乐而不为阿 这以后我们可以 屁个专栏来 来上这个课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然后呢 你洗眼 你脚的站立是很重要 长腿侧一定是往后 还有你搬东西更重要 你已经残老脚了 你带方向不对的话 你更糟 还有这个我需要 这个很多人早上 在超传运动 结果越运动 身体越糟 不运动还好 你家干脆 在家里睡懒觉还好 因为阿 假设是你是右脚长的人 你就可怜 你越运动身体越糟 你的右脚会更糟 那其实 这个我们一般 我们跑不到就是这样跑 对不对 如果你是右脚 你要反方向跑 你没有学过这个 你怎么知道 是反方向呢 对不对 这个是关键哦 你知道 这个世界 这个田赛竞赛 最后出京的 几乎都是右脚长的人 为什么 空安全严重的变化 这才是关键 哎呀 上厕所才重要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我们知道 以前这个 这个大概 一二十年前 这个中风者 大部分都在厕所中风 为什么 就是他起来的那瞬间 因为他本来 空关节都移动很大 结果所有的血液 都在空关节这边 当他一起来的时候 这边是空的 所以他的血 马上冲到头上 马上冲倒 我爸爸以前就是 在厕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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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下来一次 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样 连擦屁股都有关系 哎呀 对不对 擦屁股的方向 跟你现在相反 反正你现在的动作 跟你现在相反 擦屁股的方向 你看 你看 这个像左脚旁 对不对 你看 从左侧擦屁股 他都有一定的那个 这个人家是研究的很拓彻 这本人是很厉害的 你看 为什么 因为啊 错误的动作 加大了 髋关节的脚步 他 血液循环阻力 加大 讲的是有道理的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日本人研究 血液是有一套的 那平常都不能够这样睡 不能这样做 这样睡也不行 这样睡最严重 也不能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那种最舒服的 知识睡觉 这是不对的 等一下会教 其实这个 这里面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长短脚 我们的知识 这很多懂日文的 我是不怎么懂 我是用猜的 像这个左脚禅 这里就可以做 很多上班族 左脚禅的人 怎么样 左脚要垫东西 让你砍在不舒服 那个才是孝正脊椎 孝正过满节 你看 右脚禅 左脚禅 对不对 你们不是一学就会了吗 打电脑就这样做 对不对 我们有个 在椅子有一个急救法 像我个草 透过运动 怎么启嘘 怎么动 以后我们第一个专栏 专门来谈这个 一学就会了 现在大概了解 有这么一回事 因为以后 以后我会把这个 把它当做 当做这个教育课程 你们来这边 就学会这个东西 就够了 就够了 很有话题 而且对你健康 帮助很大 还有我们左脚禅 最重要的就是 要做屈伸运动 为什么 你在整集室那里 骨头把你 瞧回来了 可是肌肉又把你拉回去了 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配合 这就是我们睡觉 教你的吧 哎呀 你要趴着什么 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的脚就不要动 我们最正确的睡觉方式 就是这样子 你如果用这个睡觉 冬天啊 我现在冬天啊 我冬天啊 都没有盖面被了 一层薄薄的弹子 为什么 那体温会加热 体温一加热 体温增加一度啊 美丽增加40% 你为什么不用这个啊 对 你不用这么累啊 用绑的啊 你用那个 那个 那个 快速的那个 魔鬼山 对不对 那就可以了啦 你这样坐着一看 但是如果你是欧形腿 我们比他体谅 看到欧形腿的人 比他痛苦 你这边可以用个小枕头 欧形腿 慢慢变小 透过这个 你就能 整个人就不一样 我们后面有一束盖的大师 这个叶教授 对 就在那边 我有讲臭餐 我要平时 你先在后面 其实这个右脚肠 我们也有一个简易的方式 来调整你的这个 但是我们这个是指 指这个 你真的是 是属于 属于那种左脚肠 不是什么 什么外旋 外旋又有他的技术 大体上都可以用 标准性 标准性 这个是我们在 在推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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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推广 乙兽盖的时候 在社区办的 社区办的 对不对 这就是乙兽盖 当初人数之多 这是我们这个脊椎 我们可以找个时间来谈这个脊椎 那 这个刚刚讲过了 这个 为什么我看到你 我会跟你讲说 你心血管不好 你就符合我的条件 我一看就知道你 你左脚肠右脚肠 你的脸型都告诉我了 因为唐宁你这样子的话 你的脸型就变成 变成地心灵的影响 就变成什么形状 是固定的 对不对 而且二三十年来 你会不会变 你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一看就知道 这几个脊椎 跟我们关系很大 它每个都有它的作用 这个我们的 椎键盘 如果四零的话 其实跟 是酸痛息息相关 这是胸椎 这是剑椎 这是尾椎 来 我们开始来谈 今天的酸痛